好 让我们继续来看下边下一个词 下一个词叫做gruft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词 这个词呢有三个意思 两个词性 名词也是动词 第一个意思叫做嫁接 第二个意思表示的意思 植物的嫁接 第二个叫做离职 第三个意思表示独职 那么这里面这三个意思当中 我们把这个意思 作为一个重点意思来看一下 独职最后一个意思 我们在之前的课程当中 给大家讲过一个词 我说当官做坏事叫什么叫做 malphysics 我不知道大家还没有印象的 对于这个单词 mal咱们知道 咱们之前讲的叫什么 表示邪恶坏的意思 做坏事中间 feasible可行的那个单词 注意跟他这个是同源的 那么叫feasible 就是当官做坏事 我们说misbehavior misconduct by the officials 强调是这个意思 那这里面第二个意思 我给大家说一下 那么表示移植 移植呢我们在若干年前 应该见过这样的一个简单词汇 叫做transplant transplant表什么呢 也叫做移植 但注意这两词的区别是什么呢 transplant一般多强调移植的是 器官 organs 而这个graft表示的是直皮 比如说造一个短句 大家感受一下 比如说说从腿上一支一块皮 直到脸上 你可以说to graft the skin from your thigh onto your face graft the skin from your thigh onto your face 叫做graft 叫做直皮 那么最后一个词呢 最后一个意思叫做嫁接 表示植物的一个嫁接 这个词有这样三个意思 大家把这个词作为一个重点词 来看一下 因为这也是 它没有什么同一词 表示植物的嫁接 那么来看看 它这个词来自于谁 跟哪个词是同根词 跟它有一定联系 哪个词呢 叫做grow这个词 grow表什么呢 grow咱们都知道 表示这叫做生长 或者种植有这样的一个意思 它其实取自它的影响 在它前半部分的一个原音部分 这是读成o 原音部分这是a 取的是它这样的一部分 叫graft grow 就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得到 它跟它是类似于模仿造词 就是有个词叫做草稿 大家应该学过叫做draft 而draft就来自于谁呢 来自于起草 这个词叫做draw up 同样是取自它的前半部分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对照去记忆一下 一个是来自于draw graft draft draw这个词 第二个叫什么呢 叫做grow graft grow graft 读一读 把它写在旁边 因为它是一个单音节词汇 所以抓住它童言的词 放到一块去记一下 就可以了 叫做价节 移植 还有叫做读植 那么这里边我们说到读植 这里边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有这样两个词 作为一个记忆词补充在旁边 都是一个当官的不良行为 大家可以看一下 第一个单词叫做embezzlement embezzlement embezzlement这单词 它是来自它前半部分的动词形式 叫embezzle embezzle表什么意思呢 第一个意思表示 我们叫做挪用盗用的意思 跟我们在北美考试当中 考过的一个熟词pe是一样的 这样一个单词 大家应该会比较熟悉一些 因为大家在曾经背单词的时候 基础词汇当中 背的是一个形容词的意思 appropriate 叫做合适的 适当的 但这里边注意 如果咱们参加北美考试的时候 大家注意它的动词形式 叫做挪用盗用 这也不需要你硬背的 为什么叫挪用盗用呢 ap还是一个加强 这个词肯定是 挪用的肯定是跟什么有关 跟钱有关 appropriate the fund 挪用这笔资金 挪用 property 把property写在旁边 去挪用钱财 挪用钱 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而上面embezzled跟它是同一词 那么加上一个amunity是名词 叫做挪用盗用的意思 第二个我们用它可以翻译成叫做 叫贪污一样的 表示贪污 都可以用这个词来去翻 叫做embezzlement 还有叫appropriate 还有grubbed 把这三个词意思放到一块 一个叫做种植嫁接 那么它的反译词这边 在旁边补充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反译词 一个是嫁接 那么嫁接呢 是在一个质业上 接一块东西 那它第二个意思表什么呢 叫做 它的反译词形式叫做obsession 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词 叫做obsession obsession obsession这单词表什么呢 叫做减除 这两个设计都是反译词 一个是接一块东西 一个是减掉一块东西 这个词还是造词比较简单一些 因为大家可能抬眼望去 应该会发现这个词的核心部分 有一个单词是哪个词 减字 大家能看得到吗 所以我建议大家通过它去记 通过减字这个词去记 ab呢 表示的是away 其实这个词的前准应该是abs 表示away的意思 就是离开减掉嘛 所以记住我的一个解释 就是减掉 中间部分是cis 这个词是跟切割有关 咱们在之前的课程当中 一个大家提到过 是跟切割有关 就是减掉 叫一个是嫁接 一个是减除 好 那么这个词大概围绕 有这样几个词 全部我们把它锁到一块来去记一下 好 让我们来继续 来看看下面下一个词 这个词呢 它是一个重点词 大家画上 一个非常重要的词汇 因为这是一个英美通考的词汇 在国外考中经常出现 叫做无理由的 无缘无故的 叫无理由的 无缘无故 无端的 那么 首先呢 这个词语它比较难记 我们还是建议大家通过短语去记忆一下 比如说我们说无端的暴力 你可以叫做gratuitous 暴力 怎么说 violence 对不对 gratuitous violence 比如说我们说 无端的侮辱 gratuitous insult 没什么事 生活当中 莫名其妙 骂了我 攻击我 这叫做无端 无缘无故的 这是这个词 那么 如果通过词根去解释这个词的话 我说一下 如果通过这个词根解释一下的话 它是来自这个前半部分 就是grat grat grat作为词根来讲 表示什么意思呢 它表示的意思叫做to please please叫做 使满意识高兴的意思 我们在当年学过哪个词能佐证它 因为在第一节课的时候 我就反复跟大家强调 我说这个词根 有的时候你可以通过词言去找一找 第二个呢 你可以通过什么呢 可以通过这个熟词 反过来记忆这个词根 因为你认识的单词 再反过来去记这个词根 相当于说会比较好理解一些 你看我们在小学幼儿园的时候 学过这样一个词 叫做 大家一起来使你高兴 叫什么 叫恭喜你 祝贺你 叫congratulations 大家应该学过这样一个词 你看里面就含有这个词根 一起使你高兴 使你满意的感觉 那么gratuitous这个单词呢 它跟谁是一组呢 它其实跟它是一组词 叫做gratuity 先把这两词我们放到一块来看一下 一个叫做gratuitous 一个叫做gratuity 这两次大家会发现 你看它只有两部分 一个是ous 一个是ty结尾 一个是y结尾 一个是ous 那么咱们来看第二个单词 第二个单词叫gratuity gratuity表什么意思呢 叫做tip 叫做小费赏钱的意思 小费赏钱 赏钱这个东西想一想 就是是你高兴的嘛 你想你做一个服务商量 如果正常给你的 那个叫服务费 你不会觉得高兴 你觉得理所应当 但是如果客人除了服务费以外 餐费正常 提供给你钱财之外 还会给你一些其他额外的费用 为名其妙给你借钱 这个钱叫做小费 叫做赏钱 所以说无缘无故这个单词 无理由这个词 是来自于赏钱这个词的 一个派生出的一个形容词 因为赏钱本身不是必须给的 这是一个无端的一个东西 所以说这个gratuitus 是来自于他的一个派生 先记住 是你高兴的名词 这个叫做赏钱小费 什么样的赏钱呢 无缘无故给你的钱 无缘无故给你的钱 这个叫做gratuity gratuitus 放到一块 如果你通过词根 你把它俩放到一块去记 这个不要硬记 通过词根记是比较难记的 虽然可能解释起来 好像会相对来说 比较比较容易理解 通过这个高兴这个词 因为实际高兴的东西叫赏钱 赏钱是莫名其妙给你的 但是你在记忆上 通过这个办法去记的话 比较难一些 所以我建议大家通过短语去记 gratuitus violence gratuitus insult 无端的 无理由的 无缘无故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词根底下 还有一些派生词 第一个词叫做ingratiate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单词 ingratiate 第二个单词叫做gratify 一定要多读 我反复强调 背单词的一定要多出声去读 不读的话记不住的 gratify 最后一个叫做ingrate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单词 第一个单词 ingratiate 大家要看到这个 ingratiate 大家看到这个单词的时候 回忆回忆 以前是有听过这样的一个造词结构 就是说当一个单词 如果它是in开头ate结尾的话 如果一个单词它是in开头ate结尾的话 那么大家注意一下 那么如果这个词是动词 那么这个in在此处一般都取加强的意思 前提如果这个词是动词 in开头ate结尾 那么这个词是一个加强结构 加强的一个造词结构 那么它表示一个加强 那么这个词就取这个词根本身的含义 咱们在当年学过哪个词 再次回忆一下如果忘了个同学 咱们之前讲过一个单词叫做创新革新 叫innovate 大家回忆一下这样的一个单词 你会发现这单词就是一个很典型 大家可以通过熟词记起来会容易一点 加强中间部分就来自于心这个词 innovateate结尾 那么这个单词你看也是使之高兴 就是使高兴的感觉 它叫什么意思呢 叫做讨好迎合 讨好迎合的意思 什么叫讨好迎合 就是使别人高兴呗 使一个人高兴嘛 就是这样的意思 下面一个单词叫gratify 我们在第一次记得 如果你通过词根给自己讲单词的话 这两个恐怕容易记错 但是我告诉你怎么去记也不会记错 因为这个fire也是动词 也是使高兴 你看这也是加强高兴嘛 但它俩是不太一样的 你看讨好是使别人高兴 而这个呢是强到自己高兴 比如说我对你的表现很满意 很高兴 这个叫做I was gratified with your performance I was gratified with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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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词旁边尽量不要写汉语字 直接把谁写在他的旁边 把这个词写在旁边叫做satisfy 把这个词写在旁边叫做satisfy 叫做满意高兴 因为它俩是同一词 satisfy和gratify 他们造词结构是和雷同的 都是fy结尾的 前面都是满意 这个都是跟高兴有关 所以这个强度是自己高兴 把它放到一块 不要写汉语字gratify satisfy 好 最后一个单词叫做ingrate ingrate这是一个名词 这个词在记的时候 把这写在旁边呢 把grateful写在旁边 grateful是咱们中国高考词汇 叫做感激的 感激 同样是来自这个词根 大家可以看得到 那么这个I在此处标注一下 它取的是一个否定 所以记这个词怎么记起 三个字叫做不感激 你看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叫ingrate ingrateful的感觉 叫做不感激 什么叫不感激呢 就是表示忘恩负义的人 名词注意它表示人 忘恩负义者 忘恩负义的人 忘恩负义者 忘恩负义的人 这边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ate结尾的话 我说一下 ate这个后缀比较变态一些 它既是动词 又是形容词 又是名词 都可以用它来作为后缀 但注意 如果这个ate 它是名词后缀的话 如果你发现一个单词 背道单词的时候 你发现这个ate它结尾了 它是一个名词 那你就知道 这个ate结尾的时候 一般表示人 如果是名词后缀表示人 你看咱们在以前 高中的时候学过一个单词 叫做候选人 巨头magnet 还有我们说叫做掌权者 potentate ate结尾如果是名词的话 一般都是个人用 这也是人 忘恩负义者 不感激的人 sacratify 闭上眼睛想一下 等于谁 satisfy 这单词加强结果就是始高兴 所以考试的时候 你发现成始高兴 大概放到文章里 不会差太远 因为讨好嘛 就是始一个人高兴 讨好某人 始一个人高兴 这俩词不太好记 放到一块 客观的量 这次不太好记 但放到一块读一读 一个叫做无缘无故的赏钱 无缘无故的赏钱 gratuitous gratuity 他赏钱本身不是必须要给的 所以无缘无故给你的钱 这个就是消费 好 那么这里边我们来看一下 有一个同一词写的旁边 这单词呢 也是来自于新英年第三册当中 出现这样一个词 叫做am provoked am provoked 我们在当年 其实给大家讲过这样一个词 在咱们这个课程当中 之前的课程给大家讲一个词 叫provoke provoke叫什么意思呢 叫做激怒 还记得吗 VOK是来自VOC的变形 跟声音有关喊 我说在前面喊 把一个人激怒 实际喊provoke somebody 而义文正式否定 是未被激怒的 这个执意第一个意思 表示没有被惹怒的 没惹的 没有惹他 没有被惹怒 没有被惹怒的第二个意思 也叫做什么呢 无缘无故的 莫名其妙 你想一想正常 在家里看电视的 你妈光光过来 严厉批评了你 莫名其妙 不知道怎么回事 没有惹他 他就过来说你一顿 这个也叫做 无缘无故 无理由的 把这两个字放到一块 这是一个同一词替换 大家注意 我们在托福的阅读当中 注意经常会出现 这个词汇体 词汇体当中有的 就是这个同一词 大家把它放到一块 背一背 好 让我们继续回来看 看下边下一个词 下一个单词读一下 叫gregarious gregarious gregarious这个单词 叫什么呢 叫做社交的 或者叫做群居的 这个词有两层含义 第一层含义 就是一个人social 咱们都应该学过这个单词 很喜欢social 第二个意思叫什么呢 叫做群居group living 大家听一下它的解释 如果你不喜欢汉语解释 听一下它的英文解释 同一词解释都可以 叫group living 那么gregarious这个单词呢 如果通过词根去解释它的话 还是先通过词根给大家说一下 它是来自它前半部分 greg 也考gre 咱们以后知道一下 gre或greg作为词根来讲 这个具有的时候 有它没它都可以 它表示什么意思呢 表示的意思叫做gather 表示的意思叫做聚集的意思 是跟聚集有关 跟聚集有关 gre和greg 这个有没有这个g都可以 是跟聚集有关 arious呢 就是一个形容词乎缺 我在第一天给大家讲 这个词叫危险 你还记得吗 车前面很危险 祷告的时候 我们已经是有遇到一些危险的事情 像上帝导告 叫precarious 那个词也是arious结尾 回忆一下 那么这里面 如果通过词源去解释 这个词根的话 gre这是来自于谁呢 它是来自这个词 叫crowd 为什么叫聚集起来 它是取自crowd的前半节 可歌发生一个通假 可和歌 取自它的前半部分 是来自它的一个编题 但是我们在记忆的时候 你可以通过这三个词 放到一块 我们在记忆的时候 你可以通过这三个词 放到一块 你看第一个词叫做congregate 第二个单词叫做aggregate 如果你要通过词源去画 就把这个crowd的旁边 通过可歌画一个点 要注意一下 第二个叫做aggregate 第三个词叫做segregate 好 这三个动词 我们放到一块来看一下 最后一个叫做egregious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样几个词 第一个词叫做congregate 第二个叫aggregate 第三个叫做segregate 好 那么来看 这三个动词放到一块来看 大家会发现 只有前缀不一样 一个是c文 一个是加强ag加强了 还有一个就是se 我们来看这个单词 如果按照词根据解释它的话 你看这个词叫做聚集到一起 ate动词后缀 所以这个词就翻成叫做 集合聚集的意思 集合聚集的意思 那我建议大家通过一个联想去记 你可以怎么去记呢 把他想成gre这样去记 通过一个拆分联想 比较好写 第一个记法 刚刚说通过词根据集 聚集到一起 就congregate 第二个呢 记住一句话 你看gate想像大门 gre叫做聚集 c文叫一起 c文表示一起 就记住 考gre的同学门前来集合 反复说这句话 你看cong叫一起 gre 考gre的同学在门前集合 闭上眼睛想一想 看这个词 是不是能写出来 conggre gate 这个通过联想是比较好写的 所以说看第二个单词 aggregate 是加强吗 加强聚集 所以还是聚集 意思没变 聚集集合的意思 但就这个词有两个意思 他第二个意思表什么呢 相当于是一个link verb 相当于是一个系动词 表示的意思叫什么呢 叫做 这个这个totally 叫做总计为 比如说造个句子 说他一年的收入 总计为100万 你可以怎么说 all her wages aggregated one million dollars all her wages aggregated one million 几乎动词 作为一个系动词 相当于是m is r的感觉 放到一块去记一下 叫做总计为 相当于是be totally 这个这个意思 叫做总计为 聚集聚集 两个意思 好 下面看最后一个单词 叫做segregate se作为前缀来讲 注意一下 它只有一个意思 表示什么意思呢 se作为前缀来讲 它表示的意思是apart 是跟分开有关 如果你觉得通过apart 记不住的话 你直接把它记成 什么意思就完了 separate 通过它去记 就直接记这个意思就完了 separate就是分开嘛 对不对 所以你看聚集聚集 这个是没有聚集 离开了 这叫什么呢 叫做隔离 没有聚集到一起 分开的 叫做隔离 但这个隔离我说一下 如果我们在平时阅读当中 大家注意得到 它一般表示什么样的隔离呢 一般表示的是 人种种族上的隔离 叫做segregation 叫做种族隔离 人种上呢 你看咱们当年上高中的时候 也会做一些 学校经常会做一些 不明智的举动 有的时候会把一些 好学生学校前50名 放到一起 把学校最次的50名 放到一起 那这个最次的50名 就越来越完蛋了 所以要知道 把人分成三六九等 学校好的人放到一块 学校不好的人 跟他们隔离开 这都可以叫做segregation 人种上的隔离 种族隔离 所以我们把这三个词 穿到一起记的时候 你再翻过来再记它 就比较好记 因为你读一读 congregate aggregate segregate 聚集聚集不聚集 隔离 种族隔离 这个词就是聚集的 就这个意思 如果你能明白这三个词的话 这个就很好记 叫做聚集的 你要通过词源 就这样去解释了 来自于Kraud这个单词 叫gregerous 那么这词稍加变化一下 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在造词的时候注意啊 如果一个动词 如果一个动词 前面加了一个第一前缀 一会儿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咱们在北米考上出现过的 你会发现 它会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如果动词前面加第一 变成一个新单词的话 那么注意 那么这个第一一边取是 这个词的一个反应词 比如说segregate 叫做种族隔离 那么这个desegregate 那就是不种族隔离 我们叫做废除隔离制度 废除隔离制度 前面就是不隔离的意思 那比如咱们再来看一个 再给大家举个例子 所以这种情况 大家以后自己遇到生词的话 自己一定要能识别出来 比如大家看得到这个词 叫做mystify mystify叫什么意思呢 咱们在后面会再次讲到 其实这个词还是很好记得 叫做迷惑是困惑的意思 confuse 迷惑困惑 这个很明显 它是来自于谁 它是来自于神秘 这个词mystery 那么这个词动词 动词前面加了一个第一之后 变成了它的反应词 那么一个是迷惑困惑 那么这就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解惑吗 就是阐明 解惑阐明的意思 所以像这种最常见的 基本造词 大家在评讯阅读当中 或者是在词汇里里看到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个词后面部分背过 但前部分一定要能猜得出来 一定要能猜得出来 那么一共这样几个词 到底不说了 最后一个形容词读一读 叫做egregious egregious egregious这个词 记住我的一个解释 你看e作为前锥 表示向外 表示向外的意思 你看 叫做离开这个群体 你想想咱们生活当中 这个人被这个群体所抛弃了 远离了这个群体 所以这个人肯定是一个副相的 大家在一起 但这个人被组合抛弃 被这个群体所抛弃了 离开这个群体 叫什么呢 叫做臭名昭著的 或者叫做极过分的 极可恶的都可以 可恶的 或者叫做臭名昭著的 我们在第一天给大家讲的 叫做flagrant 还记得这个词吗 还有一个字叫做errant 出现错误臭名昭著的 还有印象吗 叫做egregious 叫做离开群体 臭名昭著 你要觉得不好记的话 还是可以通过GRE考试去记 远离GRE GRE的考试臭名昭著的考试 你这样想也行 远离GRE 这是臭名昭著 叫做egregious 好 那么GRE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然后把它全擦掉了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刚才在这个隔离这个地方 segregate segregate旁边呢 大家需要再做一个补充 有这样一个隔离的 这样一个集群 要以后就讲不到了 所以在他旁边补充一下 有这样几个单词 大家可以看一下 第一个单词叫做insulate 第二个单词叫做quarantine 第三个单词叫做easechange 最后一个叫做sequester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样四个词 那么这些词呢 都是跟隔离有关的 这样一个集群 把它放到一块 刚才咱们已经解释到了 叫做种族上人种上的隔离 或者刚才讲那个聚集 怎么说 考试儿童就门前来集合 还记得吧 叫congregate insulate这个单词 我说一下这几个隔离 insulate第一个单词 它一般都强调是什么呢 物体间的隔离 比如说隔粮隔热 或者是绝缘 用的就是这个单词 insulation insulate 那么这个词 它是来自于谁呢 它是来自它的前半部分 insulate本身表示的是岛屿 表示island 如果你以前学过一个单词 高考技术OK的话 那么应该背过一个词 叫做半岛 叫peninsula 大家回忆回忆 看有没有印象 P-E-N P-E-N-I-N-S-U-L-A 叫做半岛 所以大家想想岛屿什么特点 四面环水 隔离的意思 如果你要没有学过半岛那个词 我建议大家把中间部分想成谁 so so叫单独一个嘛 对不对 所以你想想也是 跟外界不接触 就是一个孤零零的一个 这样去记得可以 第二个单词呢 叫做quarantine quarantine这词两个读音 它也可以读成quarantine 它两个词性 名词也是动词 quarantine或quarantine 这个单词它是来自于谁呢 我先解释 通过正常的词言给大家解释 它是来自于quarter这个词 来自于四分之一的这个四 是取自它的前半部分 这个说到谁呢 就是说以前这个女人啊 在死了丈夫之后呢 成了一个wedow寡妇 成了寡妇之后要干嘛呢 为了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外边的人为了防止这个 这个女人 害上一些丈夫所得的一些疾病 在丈夫死之后 害怕传染上一些 跟丈夫有关不好的一些事情 会与外界的人隔离四十天 所以说强调是这个女人呢 丈夫死了之后呢 四十天不能与外界接触 是来自于四这个词 是跟这个quarter有一些关系 是跟这个quarter有一些关系 但我建议大家还是那句话 建议大家通过一个联想的记忆 因为联想在记忆的时候 能把它写出来 你看能不能把它写出来 我在自己在记忆的时候 把它想成run 叫做跑 跑到罐子里 把后面想成tin 跑到罐子里隔离起来 你看这个东西装起来 德国非典的同学 大家回忆一下 你看一下 这段时间也是给你装起来 不能与外界人接触 你到哪呢 runtin runtin quarantine 如果你要通过词言 就把这个quarter写在旁边 叫做疾病的隔离 名词就叫做隔离期 下一个单词呢 叫做exchange 大家看这个单词 exchange exchange这个单词呢 表示什么呢 叫做是疏远 使陌生 这是一个词形 意在此处是一个加强 这个词还是比较好记得 他强调的是 关系上的一种 一种孤立隔离 就不理你了 在宿舍里面 你还住了四个人 你总不吊别人 那其他三人都不跟你说 四年不跟你说 你变哑巴了 就是直接疏远你 使你变得陌生 这个叫做什么呢 叫exchange 表示是疏远 是陌生 好 最后一个单词叫做sequester sequester呢 也叫做隔离 比如说造个剧就明白了 说小龙女 led a sequestered life led a sequestered life 他曾经过着一种 过去过着一种 与世隔绝的生活 这为什么叫做与世隔绝呢 是隐居隔绝呢 大家可以看得到 这个词的核心部分 大家把谁写的旁边 就是询问那个词 叫做question 啊叫question se作为前职来讲 表什么意思呢 叫做apart 还是表什么呢 叫做离开 咱们刚才讲过se叫separate 所以要记住我的解释 叫远离询问 咱们经常会说 说歌不问江湖知识 远离询问 且不理江湖纷争 这种感觉 一二表示动作的一个反复 叫做sequester 远离询问 不再询问了 所以这个叫做 使隐居使隔绝 读一读 sequestered life 还是可以写个端语 sequestered life exchange 是陌生 希望大家当场记住这个单词 下一个词 quarantine 跑到罐子里 有病疾病隔离起来 装到罐里 别传染别人 隔离四十天 下一个词叫做insulate 来自于岛屿这个单词 所以也是绝缘 那么书上 刚才我给大家补充这个单词 叫做segregate 表示的意思 叫做种族隔离 叫做种族隔离 给大家看